三十五岁 遇到了零故禅死 命运就转过来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他把他一生转变命运这个四十真相 写成文章流传给后世 他是教训儿子的 流传给后世可能他都没想到 流传后世这个功德太大了 他现在知道了 我们要能体会到 行善行善 影响的命越大 影响的时间越长 佛报不可思 那这个佛报就是三种 财富 地位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来得及 好好去修 命是能转得过来的 要如理如法 那是真实的功德 真实的过往 如果投机去修 如果投机去修 真命逐利 用种种修方法 使别人尊敬你 公为你 你取得财跟地位 都不是正义 违背正义 果然你能得到了 那是什么 是你命中有的 命中没有 用非法的手段 那么多 这个要知道 必须正干 实至名贵 你自己得到之后 你的心很踏实 你生欢喜喜 你会更努力 为一切众生服务 你不会为自己 为自己 明文理 纵然得到了 到最后还是失败的 保不住 保不住 死了以后 躲三土 那就苦了 不值得了 人用心 人用心 一定要真诚 对于名利 要淡薄 对于善行 多做 有机会 有机会要多做 利益 众生的死 没有机会 不必去判断 有机会 一定认真 努力 把它做好 真正发这个心 你本来没有这个机会 佛菩萨给你制造机会 祖宗只得加持你 让你遇到这些机会 不是自己去找的 你遇到这些机会 是什么 你遇到这些机会